杨子拍《国色芳华》不带剧本到现场,提前背词背到嘴巴有肌肉记忆。 杨子在拍《国色芳华》时不带剧本,靠肌肉记忆背台词,敬业程度获赞。 他曾提前背完青簪行所有大案子词,但因某凡该剧未播出。 网友称赞其专业,优秀。 摘要由作者通过智能技术生成。 有用。 嗨! 这里是娱乐寡解,为你带来最新娱乐资讯。 许玲月直播时透露杨子拍《国色芳华》不带剧本到现场, 称杨子会提前背台词,背到嘴巴有肌肉记忆的程度, 而且现场对词不会卡,记忆力特别好。 称赞杨子太厉害了,敬业程度还卷到了自己。 杨子的专注和投入不仅让自己受益良多, 还带动了整个剧组的氛围。 杨子台词一直都很好,这个都是基本操作。 曾拍青三行的时,杨子就透露在剧组筹备阶段, 他就已经开始背台词了,口罩期间40多天杨子已经把所有大案子的词全部背完了, 那些复杂的剧情和傲口的对白,在他口中仿佛变得轻松自如。 并获得了导演和工作人员的称赞。 令人遗憾的是青三行, 《阴某凡》至今没有播出, 杨子为此付出的八个月的心血似乎也被埋没在了时光的长河中。 不过杨子认真对待每一个角色,不辜负演员这个职业。 不少网友表示,看见好多眼被粉丝心虚破防, 有点像以前读书时期, 看见别人努力在学习自己却还是想偷懒但又焦虑破防的感觉, 这才是演员那,很优秀,拿得出手的演员, 不带剧本到片场,就像学生上课不带课本, 这个类比没毛病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